欢迎收听老唐聊聊第五十四集 降息升息那最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这个podcast频道那上次更新已经是大概有三个月前的时候那因为当时因为老唐的岳母那还有外甥女那来澳洲墨尔本这边一个月度假那那个时候就因为同时是边工作 那也边带这个岳母还有外甥女一起在墨尔本那个就是到处趴趴趴 然后那时候老唐跟老婆那个时候还第一次得到了武汉肺炎那那一次的时候也是大概花了大概可能有十天的时间才康复 大概接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才康复 那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澳洲这边的财务年收尾的时候 所以工作也算是比较忙碌 那那那个财务年过了之后到了一个新的财务年那经理刚好现在又去放了一个月的假期 那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暂时的代理的经理人那确实我们的团队经过精简之后原本有七个人那现在只剩下五个人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那也自己当时也感觉自己生病那得了就是跟武汉肺炎症状一模一样的病 那也请假了两天那我是当时是做了两次快筛连续两次做了快筛那都是阴性那 那确实是感觉有一种生病的感觉就是感冒那像是流感那但是症状跟武汉肺炎感觉是完全一样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那可能也听得出来喉咙目前还没有好 那最近呢老唐就是的工作的公司那我们公司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大型的财团那母公司事实上是在南非那边那他们也大概上个礼拜才发表了财报 就是上个财务年的财报那利润整体是减少了11% 那我工作的是他们澳洲的子公司就是旗下的一个服饰品牌集团那叫做CRG 那这个是缩短的说法那整体来说那就是一整年的营收是超过了1.1billion 大概是11亿澳币那就是230亿台币那事实上营收是明显下滑的而且纯利润居然是减少了66%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数据那原本上个财务年不少支出都是花在分割出 这个原本这个百货公司的这个另外一个子公司集团的这些project上面 那确实是花了不少钱那因为那个project本身的budget就是有超过6000万的澳币的budget 所以是一个蛮大规模的一个project 然后基本上就是花了不少的公司花了不少的钱在做这个分割的案子 那也因此事实上是预期的造成利润本来就会减少 因为公司的支出去做这件案子的成本非常的高 那除了这个还有集团整个我们公司的这个集团的高层 有发生一些性骚扰的一些案件 那也像是性骚扰啊滥用权力斗争的一些丑闻 那在澳洲的媒体上也是会报道这些丑闻 那影响了公司营运的稳定性 那媒体也爆料 集团高层是有接洽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这个顾问公司 那准备是在做大规模的裁员 那目前是也还在等就是看会不会被裁的这个情况 那到时候再陆续再来分享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那因为营收没有达到预期 那今年已经被告知是没有年终奖金 那事实上是有点失望 但是也不是意外 因为这个是澳洲甚至是全球的这个零售业的 这个时尚零售百货业就是真的是已经进入萧条期 因为现在是进入了高通膨时代 然后高利率 那高利率的时候 他确实是消费者的行为开始改变 就没有那么随便会花钱买就是不需要的东西 他们只会买一些真的对他们来讲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就是说这些时尚零售集团 那当然如果不是往便宜的 应该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有一些像我们公司的产品跟品牌 确实是跟一些评价时尚是比 是没有比较没有竞争力的 那所以相对的话那事实上也是预期就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品牌 跟产品那当然就是营收不会达到预期 那也就是说这都不是意外 那还好那终于澳洲的政府终于执行了第三阶段的减税 那是非常有感的一次减税 那一开始7月1号开始 那减税之后就明显的会有更多的现金 就是发薪水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现金进去银行的账户 那确实是还不少 就是是比原本多很多 原本是付给政府的税 那变成了现金直接进你的账户 那是每一次跟发薪水的时候都会就是都比较多 那确实是而且是明显的多不少 那确实是这个减税是非常有感的 那最近全球财经市场焦点都是关注 那9月19号美国FED到底有没有降息 那这一题的主题 这一集podcast的主题就是FED降息升息 那FED到底有没有降息 要降两码还是要降一码而已 那19号的时候美国FED宣布之后 紧接着20号日本央行也会宣布有没有要 日本有没有要升息 那老堂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走向 那我的观察是这个时间点的动荡 还有未来跟未来的走向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也是整个金融市场转向了一个关键点 那也有可能这可能是在过去十年 那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这个已经是到了 已经是到了一个高通膨时代的结尾的一个尽头了 已经是开始因为升息这些央行升息升息升息 升息到高点就是为了要跟通膨去做一个对抗 然后现在是已经宣布已经是战胜通膨了 那他们开始降息的这个转向就是已经到来 那就是在9月19号的时候 那美国降息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这个意味着有大量的资金将会流到金融市场 那这是一个普遍认为资金在美国的债务 不用还这么多钱 那所以债务者有更多的钱可以花 那可以刺激金钱重新回入到消费者市场 还有房地产这些的 那相对的通膨呢 可能钱回流市场可能也会造成通膨回弹 都有可能 那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但是呢 降息这个话题 已经在市场就是盘旋非常的久 那所以资金早就已经有提早准备 提早计划要怎么操作 有人觉得资金要操作崩盘 那最近有新闻讲说 像是巴菲特是卖掉大量股票 手持现金达到历史新高 那有人说是要把钱买进去美债啊 或是要买进避险资产啊 像是黄金啊 虚拟货币啊 那也有人觉得要大量换成别的外币 那像是日币啊 澳币啊 加币啊 英镑啊 欧元这些 那事实上都很难讲啊 因为这个就是看各个投资者 各个资金要怎么布局 那确实是来到了一个转向的一个时间点 那一定也是有风险在那边 不过就是诚实讲就是一半一半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是要知道怎么布局 那老唐个人是觉得 20号的这个日本央行 宣布日本到底有没有要升息 那这个才是金融市场 我觉得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八月才刚见证了一次 那日本央行宣布从0.1%升息到0.25% 那只不过是小小升了0.15%的利息 那这就造成了全球市场崩盘了大约20%这么多 那把很多人都吓坏了 那包括老唐都恐慌到把股仓全部都卖光了 那刚好老唐就因为不是那么的有经验 那对风险相对的就是对风险可能也比较敏感 那就开始觉得不对劲 那就趁市长还是高点的时候 老唐当时就是决定先把全部的股票 市场是分两次全部的卖出 那趁还有利润的时候就会先卖出了 那为什么日本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八月那次崩盘呢 那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升息失误 0.15% 那原因是因为过去日本甚至到今天 事实上是日本有非常的长的时间 都是在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时代 那非常大量的全球的资金都会到日本来借钱 然后换成别的外币去投资全世界的市场 那但是日本央行要是升息的话 那这些全世界在日本借过钱的资金 都会开始审视要还日本银行的贷款的成本会变高 那会变成一个 那日本要是央行升息的话 那会造成非常多的资金 会审视到底要不要把这些外币 然后换回日币来套现 然后拿回去还日本的贷款 因为这个他们的要还的这个贷款的成本变高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 那日币的汇率老堂也都是有在观望 然后这个汇率事实上是可以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会不会崩盘的一个数字 事实上日本的金融市场在全世界 我是不记得大概也有个第三大第四大这么大的规模 所以就是说这个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八月那次崩盘的时候 老堂是从2020年开始操作股票开始 就没有看过这么大幅度的跌幅 那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些不少的讯号一直传来 然后就是看到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太妙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会转向 市场可能会转向的一些讯号 那所以当时是就在市场还在往上涨的时候 事实上是涨到的是接近高点的时候 就觉得说 目前手上还有利润的时候 那就卖出 那在崩盘前两天的时候 老堂大概就卖掉八成的股票 那剩下两成就是留着观望一下 那比较当时那些留下两成也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一些牌 那就是观望一下 那果然就是一直崩下去 所以在出现崩的大崩的第一天 就已经全部卖光了 那结果没有想到崩盘 居然是跌了二十几%之后 居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回弹 而且超过崩盘前的高点 那这个是老堂确实是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就是没有这种经验 而且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是钱比过去更多的年代 所以就是说也不知道会这样发生 不过要操作股票 那做决定呢 我觉得是一定要快很准 那老堂是看到那个股票也在回弹的时候 就有陆续的小量买回一些 老堂觉得还不错的公司 然后就是买了股票 那也都是小笔小笔的买 那直到这个礼拜 就是十三号星期五的时候 那老堂又在卖出了 第二次全部卖出股仓的这个 这个 就是 12号全部卖出 然后十三号又再买回了一小笔 觉得是不错的机会 那同时呢 老堂也是帮老婆操盘 那当然就是要帮别人操盘的时候 就是还是低风险 比较安全的投资就好 因为也不想要害别人 害别人赔钱 那老堂帮老婆的操作的报酬率 过去12个月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因为老堂也帮老婆 把她的股仓全部卖光了 那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小笔的一个投资 所以是比较安全的 都是打安全牌 然后 过去12个月的报酬率 是有来到26% 那还算是不错的 还算OK 那老堂反而自己是 因为比较频繁操作 也比较去操作 比较高风险的一些 会去买卖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股票 所以就是说 有的时候不一定会赚钱 那反而是报酬率反而没有那么的高 不过也是 割了几次韭菜 那后来也是都 现在会讲这个 也是因为最近有陆续的就是清光股仓 然后就是有结算 所以就去看这个数字 那 确实都还是有赚到一点钱 那是 所以个人还是相信就是要操盘 还是 很重要的 还是要有实物经验 就是 赔钱 一开始的话赔钱 菜鸟新手赔钱 那都没有问题的 那是 缴点学费 那是可以慢慢的培养 思想啊 知识 还有一些观念 还有培养一些做决定的一些机会 要怎么越做越好的 越做越好的决定 那老唐市长一开始 就是新手运好的时候 当然是赚钱的 那但是后来 会想要尝试一些更多高风险的东西 那当然是 也会 有一些 股票可能卖 然后可能没有卖 没有赶快卖掉 然后也是赔了一些钱 那所以就是说 但是现在的时候 老唐已经投资四年了 现在老唐做的决定 投资的这个决定已经是 应该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好了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 都是买进的时候都是低点 卖出的时候都是 有利润的时候 那也不一定都是非常高的投资报酬率 但是都是一定有赚钱 卖的时候都是一定有赚钱 那也不会再随便乱买 事实上老唐 就是到后来也是 只有放小笔的钱 在股票市场里面 就是 至少是比赚的至少是比银行的利息多就好了 就没有真的去赌大笔的赌高风险的东西 那都是小笔小笔的钱这样慢慢的搁进来 然后 也还不错 那就是 也就是事实上也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学 那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 何时买何时卖 那都是难题 那 但是经验越多的话 这种事情自然会做更好的决定 那 有哪些重要的市场资讯 需要去关注 还有知道市场如何运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就是靠经验一步一步的 那 去 知道这个市场怎么运作 然后 去看一些市场的资讯 然后 一步一步来 那你的思想 你的决定 真的就会越来越好 那 过去有位高中学长 那 也是影响我 刚开始进去 投资的一位学长 那他 一开始是建议我 说要看 呃 他自己是跟我分享说 他看过很多投资的书 那对投资非常的有心得 呃 学了很多建议 就是学了很多 那建议我也是多看一些投资的书 呃 多学学 然后 所以 呃 老唐就是因此而开始 呃 就是沉入 投资的这个 这个 这个市场上面 然后 呃 那后来也是直接 就是 后来就是也都是陆陆续续学 然后直接开始操作 那直接是操作的话 就是一步一步来 那时候新手的时候有新手运 然后会 而且市场那个时候是低点 所以就是随便买随便都可以赚的 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 那现在市场是不太一样了 然后 然后确实也是 听了那个高中的学长说 对投资非常有心得 然后也是听了很多建议 然后也是 就 后来就是我也都是 等于说就是 就是陆续都一直在有学这些投资的东西 甚至也有买过投资的书 但是老唐目前都还没有翻过这些书 哈哈 那 后来又 对 那这个学长后来又改口说 投资不需要学 直接赚 那 所以 这个证明就是 投资这门学问 真的是非常的多变 因为每天都在变动 每天市场都在变动 这些讯息 这些 商业的行为 都在变动 那 可能一开始看 投资的书 然后 看什么 巴菲特投资 报 报酬率偏低 然后后来就 又转到去研究技术分析 然后 看这个 pattern 就是 就是看这个技术分析 看有没有一个pattern在那边 这个 就是 然后 就是如果出现那个pattern之后 你就买进 然后 后来又转移占地 那 直接去占华尔街 那 到最后就跟着Reddit的论坛 那 跟着Roaring Kitty去炒GameStop 还有AMC 那 确实 那这个金融市场是多变的 那 人也是多变的 那 从一开始 就是从 好好的从 基本面学习投资 然后 后来是跟着 Reddit 论坛 跟着Roaring Kitty去炒作这些 Meme Stock 民营股 那Game Stock 然后 变成跟风派的 那 原本 早期的时候支持民进党 支持台独 那 后来 又变成 台湾应该交给共产党管 那 民进党烂透了 那 也从 不管什么 资安事件 那 全球大的资安事件 那 后来大转变 切入资安产业 变成资深经理 那 这印证了 任何事情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 有些人就是 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那 只在乎自己的自我利益 那 最近的台湾民众党 那应该就是验证了这种说法 没错 OK 那 今天就讲到这边 老唐最后要来推荐一个到九月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优惠的银行优惠的方案 那就是澳洲的ING Bank 那 2024年的时候 他 这个银行又被 Canstar评选是Bank of the Year 他是提供澳洲银行市场上目前最好的利率 利率 那 是有达到5.5%的 5.5% 那这个是澳洲最好的利率 那 如果您在九月底用老唐分享的一个推荐码 开一个Saving Maximizer的账户 那就是一个 Orange Everyday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一般的交易账户 一般的每天的交易账户 还有一个一般的活存的Saving Maximizer账户 你就可以拿到一百五十二十五块的奖金 那老唐是非常的推荐 因为这个ING这个真的是 澳洲市场上面目前银行市场上面最好的一个产品 也是最好的一个优惠 那 去开户 你就可以拿到一百二十五块的现金 那 而且ING这个 银行它也是非常好用的地方就是你拿着它的银行卡去海外的Visa体系的ATM你可以直接换取当地的货币出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每个月都会有给你就会补助你这个每一次去外地去别的国家去提前出来的这个手续费它会退还给你 那OK那老唐会分享这个推荐码在这个Podcast的简介里面 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就是数位换费银行WISE 那可以即时线上换多国货币 WISE可以即时线上换多国货币 然后到当地国家可以去ATM领当地的货币现金 也可以直接拿WISE的Devict Credit Card 那它是一张Visa可以直接当成当地的信用卡使用 那是超方便的超好用 而且就是汇率都是即时的汇率的价格 你可以马上就是即时的换到那个货币 而且是直接进入你WISE的账户 那老唐也会推荐分享这个推荐的这个连结 那开一个免费账户 你的第一次换汇的这个交易 你可以免手续费 那OK那老唐也会分享这些规则 OK今天就讲到这边咯 OK拜拜下次再见